公毛尿血但是能吃能喝 孙嘉诚 职业手医师 首先对于公毛来说 引起尿血主要可能性分别是 特发性公毛炎引起的下密尿道综合症 肾小球疾病 中毒性疾病 溶血性疾病 下密尿道损伤性疾病 以及肌虹蛋白尿 因此当我们发现猫咪出现这种情况时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 及时带猫咪去专业动物医院 来排查一下上述病因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病因 展开针对性的治疗 而体干中的另一点 就是猫咪能吃能喝 这是能够证明当前猫咪的食欲 隐喻并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对于疾病种类的判断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因为任何疾病都有轻重缓急之分 哪怕是非常严重的疾病 都有症状比较轻微的事 而对于猫咪来说 一般只有比较严重的疾病 才会影响到精神状态和食欲 隐喻等特征 所以说就尿血症状来说 不论猫咪的精神状态和食欲如何 都是需要尽快确诊并及时治疗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